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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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发现经过裁员以后 大家的工作量都增加了 由之前的恐慌 现在又转为压力过大 如果这些情绪 不得到宣泄的话 会影响员工的表现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其实现在也在国外 有很多大的公司 都很注重这个 裁员之后的安抚问题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因为我也是 第一次经理裁员 实在没有经验可谈 不过凭心而论呢 我觉得大家现在 真的需要一个倾诉渠道 还有就是正面情绪的激励 有道理 你想怎么做 需要个别谈话 不不不 不需要个别谈话 我觉得那样太正式了 所以我想组织一次 非正式的晚会 晚会 大家干什么 庆祝节后余生 然后尝尝感恩的心 对 可以用感恩这个主题 我们可以让 迪比达人亲自上场 地点可以定在 海伦路咖啡馆 我知道你可能会认为 我这样的想法有些幼稚 但我现在真的认为 员工需要一个这样情绪 宣泄的渠道 你不用再推销下去了 做晚会需要钱吧 我帮你处理 我帮你处理 真的吗 真是太好了 不过 我还有个问题先要搞清楚 说 你是支持这次晚会 而不是支持我个人 对吗 臭掉脸 因为我不想被特殊对待 我给你的特殊对待 已经在这十分钟的时间里了 那么支持这次晚会 不是因为你 是感谢我们所有的员工 对我们迪比达人秀的支持 那我替大家谢谢你 不要让我失望 来 可乐 来得正好 有个惊喜给你 惊喜 来 刚刚烤好的南瓜菜哦 快尝尝吧 我都不知道 麦克已经上班了 你们俩速够快的呀 开玩笑我是谁 讲求效率啊 我一给麦克打电话 她说她有顾我立下说 朗朗 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都没想到 我能这么快找到工作 好了 别说谢谢了 我能让知道这里的工作 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不过你放心 猎头那边要有消息 我马上就会告诉你 什么猎头呀 麦克现在是我的人 你别挖墙角啊 做了那么多年的办公室 我也疲了 其实这儿啊 真的挺适合我的 虽然赚得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我很开心 而且我老公 也很支持我 麦克 你就放心吧 等到这边 我们慢慢把品牌 打出来之后 我立马给你加薪 好不好 对 拉拉 你不知道 麦克可是烘焙高手呢 自从有了她之后 我再也不用千里 调调跑到农场 去把那个甜品 再千里调调地运回来 你就先别吹了 来 拉拉 坚定一下再说 好 尝一个 真好吃啊 真好吃啊 对了 下个星期啊 我们公司有个感恩主题晚会 地方订了啊 就在你家 真的啊 太好了 那几分又是一个大牌的 对啊 这比公司好多的人呢 不 你别害怕 我们是自愿形式的 所以不会有很多人 这两个定转的事 太好了 没几天了 咱们呀 要好多计划一下了 这大线都这么忙 会有时间来吗 他们能不能来 这个我们也控制不了 但是我相信 大家需要一个 像这样的聚会 搞什么聚会 想安抚员工的话 还不如来个 带薪假期比较实在 我当然知道 是带薪假期最好 不过我们人力资源部 毕竟能力有限嘛 也知道你们压力很大 所以才举办了一个这样 让大家放松的平台 弄这种小儿课的聚会 我想你晚上 应该有一些 实习生来成功场面 不然的话 没有人来 岂不上单看 是周五晚上八点是吧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来 我再问问我们部门 其他的人 好 不过也不要勉强 本来是让大家放松的 就最后成任务了 好呢 我再问我 我再问你 我再问你 给你 拉拉晚上搞那个晚会 你去吗 裁员没几天 那一个感恩主题的晚会 多虚伪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 就喜欢搞一些感情公事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也理解理解 都去吧 捧个场 去吧去吧 反正我要掩护 周五下午有大活动 我得负责善后 我还有工作 要不该被董事姐骂了 偶尔听一下员工的心声 感觉还不错吧 晚会遇到问题了 不是你 到目前为止 员工都不太感冒 也难怪 你应该研究一下 员工的需求嘛 还有 那个海报做得 真是让人不敢恭维啊 感恩主题的海报 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有什么问题 你刚刚踩了园 你让所有的员工给你感恩 你疯了 不会说话吗 这不是 你说说 你说说咱们 咱们所有的员工 现在最关注什么 大恩兄 就是啊 你来找我开会的时候 你咱俩商量的时候 你都说 有这个大恩兄环节 你干吗不用员工 最感兴趣的事情 把他们先吸引过来 你把他们骗过来了 到了班会上 你再加入那些什么 温情啊 反正你要的那些东西 到时候就都由你做主了 是吧 你还真挺有道理的 那何止是有道理 那不是每个人都有夫妻 上我的营销课吗 对 我来 我来 到这儿来啊 对 到这儿来啊 来 来 参见那儿我给你咱俩秀啊 来 谢谢 谢谢 你一定要来啊 要有单单在就好了 这会儿我还真不太擅长 这个呢是感恩卡片 你一定要拿好 要提醒他们 在上面要写上自己感恩的话 然后呢放在这个瓶子里 晚上啊我们要 拿出来抽着毒 可他们要不愿意写怎么办呀 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先把自己的写好 然后先放进去 他们看见有人带头了 就没有那么难了嘛 我知道了 看来做事还记得讲点技巧 喂 真的谁都不能说啊 可是 我知道了 我最乖了 你知道的 好好 那你过来给我打电话吧 谁来头 有什么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啊 是 是我妈 拉拉姐 那个晚 晚会的热门 我们再过一遍吧 我第一次主持 还有点几关呢 好 路易斯 拉拉 还没有人来吗 因为我们订的是八点 现在看呢 还有一会儿 拉拉 路易斯 好久不见 玛丽 你怎么也在这里 玛丽现在在这里 做蛋糕师兼推广 没想到你还多才多艺满 我也没想到 离开地毕 反而因祸得福了 路易斯 这个呢 是我们设计的感恩卡片 每个人都得添的 所以你呢 得带个头哦 创意不错啊 这是我希望员工能欣赏 怎么 大家今天还要加班吗 反正周末也要写总结报告 还不如趁热打铁呢 就是呀 现在加个班熬个夜 周末 我还想去旅游呢 来 听我的 所有的报告 延伸到夏周二再交 大家最近都累了 回去休息休息 这碗不搅拌了 夏周二再交报告 反正都是交给我 满个一两天没关系的 今天有个 迪比达人秀的派对 怎么样 我们这些市场部的 俊男靓女们 好歹也露个脸啊 去现在杜拉拉感恩会 还不如加班呢 迪比达人秀的晚会 我们市场部好歹也要捧个场吧 杜拉拉杜拉拉 又是杜拉 晚会去与不去 全都是自愿 如果累了可以直接回家休息 我不累 要是这边没事的话 我现在就过去 全属自愿是吧 对不起啊 陈总 我今天家里有事 而且 我人不舒服 先走一步 哦 反正我也答应拉拉拉了 要不咱们现在走吧 欢迎欢迎 改片打好 每个人都有的 谢谢 哎哎 改变两位 每人都要拍照中念的 摆个酷点的姿势啊 拉拉姐要我做什么 你啊 去帮曼琪送点心吧 好的 哈喽 哈喽 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感恩卡片 你呢可以在上面写下 你这一年中最感恩的事情 真的什么都可以写吗 当然啦 这个是匿名的 知道 你那嘛 大家注意了 下面呢 是我们专社的感恩环节 我们将抽取三张卡片 来分享大家的感恩心情 下面我们邀请这次活动的发起人 杜拉拉来帮我们球第一张 老大姐 念呀 今年 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 把我从职场机器人的魔咒里救了出来 虽然体会到了痛苦 渴望 等待 等等难以承受的人类情感 但是我不打算回到机器人的状态 因为那个人 我很感恩 你真的准备放弃机器人的超能力了 有什么不好吗 做一个普通人 是会受伤害的 那 也没办法 关键变不回去了怎么办 我今天来之前啊 我试着 站在下属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发现 我没有硬逼他们来 但是大多数人 都高高兴兴地跟我来了 这种感觉 不错 我们资深的机器人 我们资深的机器人 终于有人情味了 我们是应该高兴呢 还是应该遗憾呢 那你呢 你是高兴还是遗憾 娜娜 明天晚上有空吗 一起吃吧 有事吗 有事吗 没什么事 那你还来吗 明天晚上八点 日白料理 我去接你怎么样 不用了 明天我们再见吧 一会儿还有一个应酬 必须走了 今天的派对办得非常好 好 晚安 晚安 你男朋友走了 你胡说什么 你愣是把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人给感化 我觉得吧 这事 你别胡说了啊 行 我不胡说 我那还有一大堆事要忙 你呢 就一个人待在这儿 好好纠结一下啊 莱莱 你最近和陈芳关系很近吗 她是我的好朋友啊 只有好朋友那么简单吗 看来刘洋也不是空穴来风 这还要是我私人的事情吗 那王伟哥怎么办 我跟你说过了 在工作的时候不要跟我提起她 现在也是工作的时间 而且我不需要你提起我过去的事情 如果过去她还没有过去呢 怎么办 过没过去是我说了算 我不再害怕 跌跌撞撞的颠簸 只要我 还是被爱疼 想得多深 心就有多么痛 那些能被怀念的回忆都是痛 我要勇敢 多一点勇敢 哪里有安慰的力量给我好吗 如果还能记忆你最放不下的对白 也许是不见不散 你今天穿得很不一样 不太像我是吧 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说今天很漂亮 谢谢啊 我迟到洗手间啊 我不管 反正今天是我生日 是什么我做主 了解带了 我保持人家 我是想着陪着 我来打完 来打完 离我 给娃娃娃娃 吧 我给你打完 我 我们给你吆开 当眼里 还有一点 我承拯 我也不是 太太 vue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啊 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本来应该很浪漫的 可惜有人出来破坏气氛 真是没想到 你们俩会在那块 还有你想象不到的事呢 人家陈锋根本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差 他是标准的外棱内热心 一会儿跟你想 对 上海男人温柔体贴 比我们北京男人会红女孩 我真没想到你也是甜言蜜蜜这一套啊 你是回来兴师问罪的吗 没有这个缺义 黎叔 你是我没婚妻 你给我 你有关心吗 就算你不给我打电话 我周围的朋友你都认识吗 你有问过他们吗 你是我 你是我不好 当时去世我有点乱了 不许我知道你能够照顾好自己 你当时去世我没有能力照顾你 你现在就有能力了 所以你回来收复师弟是不是 地球不是为真理重的 至少现在不是 那你想怎么样啊 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那看来你已经重新做了选择了 好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就让他这么走了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回来也不告诉他 见面也不说清楚 我不该来打扰他 你不会真的放弃了吧 他现在已经做了选择 所以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一个大男人 你那脑子水泥做的呀 这女人不都是要哄的吗 你一句软话都不说 这要是我 我都会给你翻脸的 一会儿随便打车回家 我一个人进去 真让我失误 他以为他是谁啊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怎么把我就当旅馆了 我本来以为你都已经放下了 现在看来 天翻地覆喽 不会的 他都已经不珍惜这份情感了 我干吗还给他结婚伤害你 蓝蓝 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 我可以退出 我可以退出 我现在满脑子空白了 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该做什么 那静一下 没有勇气等你的回答 期待的方法 终究还是被梦伤 怎么样 要不要我送你去海伦呢 不用了 其他呢 他肯定要问东问西的 我现在不太想说话 没事 不想说话就坐着 我陪你 你打算陪我做一夜啊 没事 反正今天天这么凉快 小风吹着 不过我还是希望 吹个个把小时 你就能吹清醒了 走吧 别回头把你吹感冒了 我开玩笑的 别当真 我想回家了 不算了 畅畅 你怎么来了 我好久没进来 王伟哥来过吗 他说你去接他 没接到吗 还说呢 刚下飞机才进仓馆 就碰到拉拉了 我现在这两头不是人 这么巧 你们俩挺有缘分的 王伟哥找我不找他 拉拉肯定会不高兴的 他现在又是我的上司 明天我怎么办呢 他们俩的私事 你就别搅和了 关键是 现在问题比你想象的 复杂多了 拉拉现在和陈锋 走得很近 我刚才和王伟哥 碰到他们在餐馆里 约会 他们俩走到一块了 这陈锋是 是王伟的死对头 这拉拉选谁 不还要选他呢 王伟哥这几个月 到底干吗去了 他要不能给拉拉 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他们俩就真的完了 他只是跟我说 明天找我谈点事 至于其他的 我跟你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拉拉要是跟了别人 王伟哥 我今天他们说的都挺有意思的 哼 别动 来啦 早 娜娜姐 我也是前天才知道 她回来的事 她不让我告诉别人 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我没有怪你 就是不想谈 关于她的问题 而且她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没有兴趣知道 不行 我必须要跟你谈谈 你要跟我聊什么 如果是王伟的事情 那就不用谈了 我知道她看着你长大 你去接她也很正常 只不过现在对于 你们两个事情 我根本不想关心 这么说 你真的在和陈锋交往 这个好像是我自己的事吧 那好 我不以下手的身份问你 我以王伟妹妹的身份问你 如果你真的已经放弃了 请你告诉王伟哥 让她长痛不如短痛 你对她还真仗义 不过我没有要折磨她的意思 而且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对她彻底失望了 而且从今天以后 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 谢谢你 等等 他们在议论些什么 好像有什么邮件 我没有权限看不到 请你 梁瑞 有记者和公司要被收购了 公司内网 谁会这么快 不明的 查不出来 不过我看这文章 写在云里雾里的 好像也没什么确切消息 你有听到什么风声吗 路易斯 您看到那封邮件了吗 现在已经有人 给他传到公司内网上去 不过我已经派 社交媒体部门出面制止了 但是估计很多人 还是会看到 所以我想问您 我们现在 需要做出什么回应吗 不用 把文章拿下来就可以了 我知道这篇文章 可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但既然有人这么写 肯定不会是空血来风吧 我们公司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对不起 拉拉 我现在不方便 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您一定知道 些什么 对吗 我刚才和Tim通过电话 关于这封信 公司不会给任何表态 无论是公开的 还是私下的 我什么都不能说 难道我们公司 真的要被收购了吗 拉拉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你都不用担心 你的工作表现 已经非常出色 你这样的员工 对于任何老板来说 都很宝贵的 我担心的并不是我自己 公司刚刚经历过裁员 现在又爆出这种消息 员工们会怎么想的 了解员工的想法 的确是你这一阶段的 重要工作 如果你担心他们的话 那就去找他们聊聊吧 好 我知道了 去吧 拉拉姐 怎么说了 老板说了 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电视剧里一般演 无可奉告的时候 可都是出大事的时候啊 拉拉姐 我刚到楼下前台 正好听到路易斯跟温迪 说要订机票 回纽约 路易斯 拉拉 不用急事 等我回来之后再说好吗 就占有连三分钟时间 您是真的要去纽约吗 拉拉 公司最近 在经历一系列的变化 这个 你应该也发现了 但是站在我的立场上 我不能透露任何的信息 希望你能理解 可是如果传言都是真的 你一走了之就是在逃避 这又是你所谓的 成熟的处理方式吗 拉拉 你认为成熟的职业 是什么样的 成熟的职业 不是做一个英雄 是要跟老板保持一职 尤其是在变革期 即使 未必同意老板的决定 但还需要百分之一百地执行 我知道 这可能不符合你的性格 但是 你可以慢慢地想 你找路易斯谈了是吧 他怎么说的 你真的以为 他会跟我说些什么吗 这倒也是 不过我分析啊 这事八成是真的 所以你赶紧给自己 找好后路吧 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一旦路易斯离开以后 新合并的公司 会从原有的人马里面 提拔新的核心成员 你以为 那个人真的会是你吗 谢谢你的豪意提醒 不过呢 现在公司的情况 这么不稳定 你的如意算盘 又未必成功吧 在这种时候 做人还是厚道点比较好 我觉得我挺厚道的呀 我还在给你善意的提醒 毕竟咱俩同事这么多年 也有真情的 不能一点情面也不讲 你说是不是 坦白而言 这次合并对于HR 根本不算坏事 所以啊 你也想开点 赶紧给自己找好下架 铺好后路吧 谢谢啊 不跟 这什么人哪 公司还没出事呢 就找好下架了 蓝蓝 你没事吧 公司最近怎么一下 出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呢 这件事情呢 公司现在还没有公布 所以咱们就当不知道 跟别的员工也不要说起 知道了 你放心吧 来来来 新鲜出炉的派 尝尝看啊 Maggie做的 她还说了你尝完之后 要给她打个分 我现在这是急需要 甜点鼓虫体力 Maggie呢 她刚走 你们就差五分钟没见着 给你吃吧 小心烫啊 这猪八戒吃人参果呢 真好吃 看你这个样子就知道 在外面受欺负了 来我这儿虐待我们家派来了 王伟回来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就是前两天的事啊 两天前的事你都不告诉我 就知道你反应会这么大 而且这两天我自己也在消化嘛 等会儿来干吗 想跟你和好啊 回来就是回来了呗 人家压根就没有告诉我 吃酥险唱就煎得鸡 我们是在日本料理工程度 日本料理 而且当时我还和陈锋在一起 疼不疼啊 疼 我谁把灯设计在这儿的 好像是我 那不是乱套了吗 这一个 只有一锅粥啊 王伟那么讨厌陈锋 他 他俩见面之后说什么了 他能说什么 他肯定以为我和陈锋好了呗 不管了 随便他怎么想吧 不行 什么叫做随他怎么想呀 好不容易回来逮着他呀 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走 现在为什么回来 咱俩的事怎么解决 问他 我问什么呀 我一回来 人家披头盖脸就给我一顿骂 好像我做了多少 对不起他的事一样 他一高兴 就可以一下消失好几个月 然后我呢 我还得在这里给他演梦娇 女库长城我平什么呀我 就是嘛 你看吧 王伟北京大佬爷们脾气出来了吧 不能这样 那 你 真打算跟陈锋好 就好了 好什么呀 都冤死了 我第一次和陈锋 吃那么一顿有一点点暧昧的饭 结果呢还撞上王伟了 我现在是跳进黄河 都洗不清了我 那就是不准备好呗 我不知道 我现在最近干什么都乱死了 你知道吗 我们公司要被收购了 收购 那批那么大个儿的公司 谁收购你们啊 知道啊 反正说消息确凿 而且说路易斯已经买好 回纽约的机票了 他都买好机票准备走了 他都准备走了 那说明这事真挺严重的 那你们H2没有受影响吧 我不是考虑自己了 还有 这个事情啊 是我们公司的内部机密 谁都不要说 包括曼琪 行 我这放心把嘴延着呢 你嘴延才怪嘞 你嘴延才怪嘞 喂 我在Helen这儿 那好吧 那我现在回去 再见 谁 喂 陈锋 追得挺紧啊 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 那你现在是 真的打算放弃 跟王伟那么多年的感情吗 我也不知道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慢慢想清楚的 他还在楼下等我 我先回去了 你要是实在没有办法 做出选择的话 就两个先都别拒绝 别犯傻 知道吧 知道了 小心点啊 真是一个让人不省心的家伙 看你 可行 你 天 在 re 你 他 我 优优独播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